有个新闻说,他卖了青州大桥的八成股权 为何无端端会有一条桥的股权呢? 其实光大有点特别,我刚刚介绍有三个业务 但三个业务里面,大家都看到相关发电或能源方面的项目 其实他本身,在之前小看,有些非核心业务 不少有些桥或相关基础建设等等的项目 相对占比较小 但其实看回早前来计算,光大都直接把旗下青州大桥的八成股权 卖出来了 变相来说,即是将唯一一个非核心业务 都叫脱卖 当中来说,预计可以带到6.6亿港元的现金流 给光大国际之余 其实我变相看回来一点,不是说侦重于多少钱 反而侦重于未来的发展方向 因为如果这样看的话,变相更加有利 他们去专注他们的核心业务 所以核心业务,刚才所说的 发展环保的一个新能源业务 我相信在资源配合上看,会有更加完善的规划 好,其实他们有没有自己研发的产品 或者有什么技术,是他们自己独有的呢 其实有的,正正来说也是另一个自己觉得是独特的地方 就是自主研发的优势 因为其实你看到图片都知道 右边的那个努力,其实是相当于 他在镇江方面的垃圾发展项目的一个自主研发的努牌 正正来说,光大之前都获得国家 2012年那个战略新兴产业的一个 智能华宝项目中,一些资金上的援助或资助 有一千万人民币这么多 而这一千万里面,大家可能原本有个忧虑 没有拿回来,有其他的用途用了 或者没有拿来还债等等 但其实自己当时考察的时候 都问过商务管理层的 他们也解释过,在签这个协议之前 其实都落实了这一千万 是会真是如期下去一些发展上面 或者是厂房的一些新的兴建上面 而不会去一些相关去还债等等相关大家比较忧虑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对这一点,是得了很理想 而且刚刚刚也说到的 镇江垃圾发展项目来说 其实已经是第一个他自己本身集团里面 旗下15个垃圾发展项目里面 第一个采用自主研发的一些焚烧牢牢和自用的系统 我相信如果越来越多的厂房或者落罪其他厂房 是做这件事的时候 对他们无论成本控制方面 或者是品牌效益方面 我相信都越来越大 而另一边参说 最后的看回光伏发电方面 其实也有一个挺突破成的发展 就是在旧店方面 其实他也有第一次走出去 他在德国方面做过光伏发电的项目 更加来说是第一间 在CDN方面 在联合国方面拿到一个专利 所以便说我觉得自主研发方面 其实光带是挺有他明显的优势 没错,终于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 是走向国际 好,又谈谈另一个因素 其实如果说垃圾发电 好像占了环保能源项目 我看到你写着占了它的Ebitda 有八成那么多 其实盈利贡献有多少呢 是否足够可以支撑盈利 有个不错的增长表现 绝对会有这样的因素在 因为见到 未来大家都知道 电价方面有机会提升 变相来说 电价最直接要看垃圾发电方面 如果假设这个电价都有一升的时候 变相对光优大国际的 即是未来回来的盈利的效益表现 有很大的直接帮助 因为刚才最初介绍过 整个环保能源的业务来说 占了六成多 但相对以Ebitda来看 特别包括垃圾发电里面的 环保能源项目 其实有八成 变相来说 如果中央未来在电价方面着手 或者继续扶持垃圾发电方面的业务的时候 相信这一点绝对会有助 光大方面Ebitda的增长 或者收益方面 而另一点来说 其实法国威已经下了指示 刚刚过去的考察团都有问过 甚至看资料都是一个作实 4月1号方面已经上调了 垃圾发电的平均价 统一了 去到大约6毫半人民币 每一千瓶 其实对比之前6毫三千六来说 其实有个明显的上升 所以整理计 这一点是对他们的有帮助 以更何方来说 这一点在今年4月1号才实施的时候 意味着 未来所谓剩下这大半年发电的时间里看 那些项目的入账数目 应该会在未来这一年的业务上反映 所以我预期有几大憧憬 其实它业绩上的增长 我觉得会有几大 大家可能不知道垃圾发电是怎样的一回事 我们营光脈都见到 左边就是垃圾 右边就是大脚 脚垃圾再放下去 再发电 最后一系列的动作 其实它是怎样监控着这个过程的呢 是的 其实你看到图表上 都只是自己拍了大概几张 拿上来给大家看 其实程序上是挺复杂的 其实整个垃圾发电的项目来看 只是一个程序都有十几二个步骤 简面上来说 这一步其实算是第一步 就是垃圾在经货车等因素 混进来之后集中 然后就用一个大的鉗 然后抽上去 甚至去隔水等等 做相关步骤 最终来说就产生电量 给相关城市里的供应 是的 好啊 其实说了这么多利好因素 但我觉得始终都有一定的风险 始终这个行业都是挺新穎的 始终有比于一路用的煤炭发电的企业 其实有什么其他风险因素 大家都值得留意的 是的 的确来说 行业上看比较新一点 而且现在来说 都很受国家的扶持性 实际上来说 风险来说 大部分侧重于一些负债 或者相关财务上的风险 因为某程度上 如果国家补贴少了 或者不是扶持的时候 便相对影响性真的挺大 我觉得这一点 看回财务成本和税率方面 其实看到去年利益来说 其实有明显上升 特别财务成本方面 由一零年的5%上升到去年5.4% 这一点大家都不可以忽略 而另一点看到 就是净资产负债率 就是Net Gearing 方面 其实看到来说 一零年大概四成九了 但是随着来说 去年不断扩张 或者不断扩展的时候 去年年尾上升到五成八 说明上来说 都有少少的忧虑性 可能在怕越来越多的发展趋势的时候 今年或者往后看 会令到这个政府债率 有个慢慢的上升现象 即到上升的时候 始终现阶上刚才说的 这个行业 或者它关大方面看回 现金流上面看 都比较紧一点 所以都会有少少忧虑性 会怕紧 会有机会做融资的举动 所以变成这些风险 大家都叫不可以忽略 上星期五 看到股价创了52周高位 见过3.92元 但见过高位之后 都有个回调 现在现价正在3.64元 其实你会建议大家 在什么价位可以买入呢 如果买入价方面 我会觉得下跌大概20天线 3.53元 3.54元 这些价位都可以买入 中线这些价位 以上面4元 近期的高位左右 做一个目标价 反而反复 不准备之前几次 几次几次的低位 3.22元 我觉得不需要急做指示动作 你建议这个可以中长线握住 绝对是 好 谢谢Rafi 多谢你和我们 这么详细 去到当地实际考察 麻烦你也要申报一下 刚刚提过的股份 你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的 好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我们直播节目 不要走开